我剛才跟記者開玩笑講 氣氛很濃洽 便當不好吃 哪有人在配著預算吃便當的 但是我們在那邊開會的過程中 出席率很高 不過我今天看賴院長的 他的臉色並不是很好 大概從他就任之後 他做了一件以往首長不一定會做的事情 以往首長會說我預算有同一個黨執政 我送進去大概都會先堅持一下不退回 他是完全站在他曾經擔任過 幹事長的標準退回 重送 這個動作要讓他從開始加班 又遇到颱風 還要去計算在不增加稅收支出的狀況下 來調升薪資3% 那我們今天是特別看到說 你臉色面有菜色 要注意身體健康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 很廣泛做一些政策的討論 也希望新的隔魁能夠跟 在野黨能夠有新的開始 畢竟國民黨全面的焦土 背革抗爭也一年多的時間了 我們希望在全面基礎建設要開始的時候 那現在新任的隔魁也擔任過世界立法委員 熟悉國會的狀況下 農業好開始 所以回到那個3%的部分 事實上軍公教調薪3%呢 要跟大家報告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在年金改革的版本裡面 已退休人員是跟限職人員是斷開來的 也就是從此以後 明年7月1號以後 明年7月1號正式實施以後 以後上班的人怎麼調薪水 抱歉 退休的人沒有跟著連動了 這個是改革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人以為它是連動在一起 年改版本裡面 這個是斷開來的 但是是明年 因為法律有個公告實施期限 明年7月1號開始實施 那賴清德宣布加薪3% 是從1月1號開始實施 也就是說 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連動 對於已退的人 謝謝他們曾經為國家的付出 年改確實有影響到一些的收入 但是我們在這調整3%的時候 最後一次連動 以後都不會再連動 以後就不會再連動 第二個 這個3%帶來的效應 至少我們看到一些工商總會 進行說 你如果加我就要加 至少林伯峰他的企業都加了5%了 就有些企業開始接力去幫員工加薪 這是一個好的循環 那這好的循環呢 對於我們的勞工的實質所得 至少在中型企業以上是有帶動的 那我們有提醒院長說 小型企業 台灣的中小企業 不見得有那個能力跟著調整3% 所以要利用一些財稅工具來鼓勵小企業 讓你的員工薪資增加之後 變成你的成本可以扣除 這個部分行政院正在做 也就是小型企業 我們知道他的困境 你不能扔給老闆給他 我可以給他薪水 小型企業說 老闆跟員工根本一線之隔 老闆就老闆 老闆就老闆 所以那個部分透過財稅扣除的方式 這也是林全院長卸任前最後端出的財稅改革裡面有一塊 希望有些扣除額可以提高 然後最中大型企業的聯動效應現在已經看出來了 那政府 學校 國營企業 銀行也陸續跟進 所以這一波大概對台灣的勞工 我們希望有實質的感受到所得的增加 第二個 它的基礎在於哪裡 我今天還特別跟賴院長講說 這個三趴讓我們看到一個窗戶 其實林全院長執政著一年三四個月 台灣的經濟是不錯的 我們從馬英九政府連續兩位數翻黑的出口 十幾個月 十五個月 中間有一個月好了 前面又有六七個月 就將近兩年台灣的出口訂單 我們出口訂單每個月都兩位數衰退 都黑的 那林全院長520就任之後的七月份開始轉正 去年的十一月甚至於有一點點過熱 所以我們的出口廉政率是成長 我們的股票市場它是站穩萬點 我們的財稅收入事實上是高峰 所以在這個基礎下 公務人員已經六年沒有調薪 那配合物交指數 這個調薪是 真是該調啦 可是問題現在地方在喊窮啊 他說好啊 加薪好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沒錢啊 那地方的財政的部分這有兩塊 一個就是說 我們公務員的哪個單位負責 你就要稠稠他的薪資 資本門跟金長門 我們常常講 視為這位議員 你把預算砍到零 你懂嗎 砍到零 薪水不會減 也就是說 薪資的支出 那個是固定的額度 所以加這個3% 事實上有些地方政府在挨散 那個錢財源其實是 可以稠稠的出來的 不是稠稠不出來 那說真的稠稠不出來 賴清德是從地方首長出身的 中央有準備款是可以協助去支應這一塊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增加負債 然後我們把它調高 我最後要講這一個就是說 有人說這次調高是打林全的臉 我要幫林全講一句話 林全院長把整個財務控管得不錯 那經濟表現得好 他之前說滾動是檢討 如果國家財政不好 沒有條件調高公務員的薪水 他一直話還沒有講死 那從6月17開始 賴清德知道要接行政院長以後 這6月 7月 8月 9月 事實上雙方是有溝通的默契 所以正確的講法 應該這次的條件是 兩任的隔魁合作的結果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結果 不只反映在軍公教 我們希望全民在這上面可以受賄 好 我們希望說全民都可以受賄 但是剛剛有講到說 現在地方上大陸在喊窮 而且幾乎每個縣市都這樣講 我們看看苗栗縣 苗栗縣現在怎麼講呢 說 煩惱得睡不著了 煩惱到睡不著了 扣除中央補助 縣府還必須要負擔一億 不知道這個錢要從哪裡來 新竹市則是說 支出會增加兩億多 現在只能夠去跟銀行借錢 要不然怎麼辦 新竹縣則是說 學上加雙 如果是屬於中央專案政策的話 希望專案來處理 就是希望中央用 這個專案補助的方式處理 宜蘭縣則是說 這會排擠到其他的預算 應該全部由中央買單 還有馬祖是說 加薪不能夠讓地方出錢吧 連台北市都說 請多多給一點 財源上的支持 那麼政院的主席長是說 已經列了38億對14個財政狀況 不好的縣市進行補助 好 我們也知道 加薪3%增加支出是180億 然後對於地方來說的話 很多就在環漏啊 說現在怎麼辦 能跟地方這個銀行借錢啊 我覺得這個地方很窮當然要很窮啊 哪個地方縣市政府不跟中央很窮 大家都好說喊窮 對 可是不要騙外行人啊 我講真的啊 你去看看 特別你剛點的這幾個縣市裡面 他今年 9月就已經送這個總預算書過來了嘛 你去看看他人事處的這個預算裡面 有沒有編一筆人事準備金 這筆人事準備金啊 各縣市可能這個金額高低都不一樣 那舉例來講 台北市新北市可能3億5億7億8億都有 這個所謂人事準備金 就是用來應付可能的這個人事的 例如說新增的原額 或者是說可能面對這種增加的 這樣的一個經費都有嘛 各縣市一定都有這樣的一個準備金 那當然啦 我覺得各縣市政府 為了說我要增加更多的公共預算 所以呢 面對這樣的一個財政要額外多支出 他當然一定很窮 他很窮希望中央可以補助他嘛 那所以我覺得在今年 也許說這個決定做下去之後 或許對於一些真的比較是 這個財政比較困難的部分 中央可以這個原理考慮一下 就是說今年度是不是我們能夠專案 來針對這個地方做一個補助 可是明年度你不要再很窮 因為每一年的這個預算大餅 大家都可以切出來看你怎麼用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以照過去一直到現在 公務人員已經大概六七年 大概沒有加薪了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加薪 那我覺得大家其實也都覺得就是說 公務人員特別是很多基層公務人員 不管在這個鄉鎮市或者在中央都一樣 面對這個更加繁重的這些政務 面對更多的這個多元化社會人民的需求 我覺得也是剛剛丁宇講的很好啊 很多的經濟數據指標其實真的都已經遠遠勝過於前朝 慢慢的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復甦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如果我們能夠用這個公務人員加薪三趴 來帶動民間也願意為勞工來加薪 然後因為這樣來刺激民間的消費 這是一個良性的一個經濟循環互動 所以我覺得不要因為說幾個縣市在那邊哭窮喊窮 然後就說這個政策免疫是不對的 我坦白講我真的我自己是當議員嘛 我們縣市政府我們都一樣立場都一樣不分難率 我們再怎麼樣我們都喊窮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多跟中央爭取嘛 我們地方例如說我那個水門明明 我例如說我最近在爭取福州一個橫衣門 這個橫衣門坦白講用地方的經費就可以做 可是我們要喊窮 我們當然希望中央可以多鞭補一些經費 水利署可以例如說5000萬 你至少這個給我們這個資源個3000萬2000萬的 那減少我們地方的開銷 地方這些錢我們可以再移做更多的這個基礎建設 所以我覺得地方喊窮那是必然 可是我們如果看站在中央的高位 來看整體來講 不管你從這個經濟 這個提振經濟景氣 包括帶動的這個民間消費 包括對於這個軍公教限制的這些朋友的一個高度的一個肯定 一個鼓舞 我覺得賴內閣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好 但是地方喊窮 雖然說是必然的 可是我們看看民間黨執政的縣市 這個宜蘭縣 現在也說拜託中央買單 好 宜蘭縣財政處現在是說 既然是中央喊出來的政策 那中央就應該要全數之印 好 這位財政處的副處長盧天龍 他就說好 現在讓地方政府覺得非常的錯愕 他認為說加薪案是中央的政策 所以希望中央能夠全數之印 以解決地方財政的壓力 好 來 韋中根怎麼看 其實是這樣 就是剛才博文講的地方一定會掉了 其實我覺得要回到到底這次預算怎麼編 那昨天其實已經討論過這個180億財議 就是來源是怎樣 那現在是去向 那其實主機單位其實講清楚有38億 那這個38億加補助14個縣市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新聞 大概今天跳出來講了幾個縣市裡面 新竹縣的喊價是最高的10億 但是其他縣市大概從千萬幾到一兩億 那如果是14個縣市 假定一個縣市是2億的時候 14個縣市也是28億 也就是這個38億基本上是夠的 只要你喊的不要太離譜 也就是說 坦白講就是說 假定是六都裡面比較 財政比較好的 你看台北市今天也說 其實中央可以給 但是我想基本上你如果中央 中央還要再撥給台北市 我想這個大概大家會覺得 你財務本來就比較健康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補貼那些比較窮 或財政收入狀況比較不好 或你負債本來就比較多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理解 目前看起來這38億也是夠的 坦白講台灣地方政府長期的一個困境 就是的確人事費用真的太高 那這個人事費用有了會到六成 就它年度的預算六成 有些到四成多 這個大概都有 那這個人事費用 其實還包括退休金啊這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年改 其實也是要一部分處理這個 坦白講財政狀況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 目前預算已經有了 那該撥補也會撥補 那剛才博文也講了兩個字 就是很精準就是原例 你就看過去如果當然是六年前 過去加薪的時候 如果一體加薪的時候 其實第一年的時候 我往中央會原力來進行這個補貼嘛 或是來進行這個資助 那但是之後的話 其實你必須還是自己去開這個裁員 所以我講這個問題很清楚 但是現在另外一個大的問題 我想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到底能帶動多少加薪的幅度 明天的加薪的幅度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